九年前內蒙古有羊群爆發暴腦是菌病 政府徵召大批的受醫檢疫和撲殺受感染的養殖 期間郭伯人因為保護裝備不足染病 喪失勞動力 餘生只有痛楚和貧窮伴出 他們的訴求都很卑微 希望得到工商賠償解決養老保險的問題 但他們的勞動合同被當局收起 又不准做職業病鑑定 有畜牧局官員說他們 連農民工都不如 只是臨時工 來自內蒙古烏蘭冊布市的黃華 是一個動物檢疫員 九年前官方下令全面西茶和撲殺當地 感染暴腦士菌的羊群 有份檢疫的黃華 亦受到暴腦士菌感染 血臭了有兩個多月 因為動物來回一動 容易一百動就撲破了 如果這個藥要整好就不必解釋 它能血液直接就害你能血液了 解釋 幾個小時不少人一邊做一邊發病 負責化驗工作的柴粉圖確診的時候 正在駝第二胎 他們說當局最初有提供免費治療 但隨著時間越來 治療停了 手尾就越來越長 現在周不時全身無力 身體多處包括關節、肌肉會痛 男性的話高院也會痛 當生小便要個月了 都在褲子上流 一談這個性生活 這樣就疼了 就疼得不行 年歲數大 不行 不敢想事 現在就是這個腿 每天也疼得不行 工作能力受病情影響 但每人仍然要交7至18萬的養老保險 令生活百尚加根 根據國家規定 由於防疫源屬於非編制人員 只是季節性的臨時工 他們無法進行職業病鑑定 拿不到補貼 他們希望政府不要遺忘他們